刚刚我们看完的是乌鱼子夫妻档 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 则是月亮虾饼夫妻档 在台北宁夏夜市 有一摊月亮虾饼 尽管走的是低价位 但是呢 现点现炸 再加上这个虾泥跟虾块的双重口感 让这个夜市版的月亮虾饼 品质几乎是胜过一般的专业餐厅 而老板娘呢 是一位七年级的正妹 她跟她的丈夫一起创业 虽然一开始并不被看好 她却卖掉了嫁妆 努力打拼 最后靠着毅力跟独家配方 这夜市的月亮虾饼 终于卖出了好成绩 来 炮烤饭一桌来 不好意思 我们站过来好不好 我再怎么忙都要爱睡一下 等一下会好了 妈妈一直从小就提醒我 跟我说 自己选的路啊 自己要不选 从小在夜市跑跳 黑夜降临 韩林的白天才正要开始 还要再十五分要 不好意思 妈妈在夜市卖牛肉料理 一卖就是三十年 客人前玩耍 油锅旁长大 韩林十九岁也跟着抢摊 进宁夏夜市 自创的夜市版月亮虾饼 就像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我们的虾饼很特别在于就是炸得很脆 然后又厚 有整只的虾块跟虾仁 咬下去让你觉得说口感有到那里 这么厚哦 自豪的月亮虾饼夜市价格 却让它有着产品品质 不做回锅像我们刚才说 一些客人比较不懂的客人都会说 老板娘怎么都不炸起来等 我说又不是炸臭豆腐 还要回锅 这样口感就不一样了 里面的虾仁也老掉 热咕咕起锅 沾上特别调制 酸味大于甜味的泰式酱料 不管是传统月亮虾饼 还是圆滚滚厚实的金钱虾饼 甚至是进阶版 虾肉饱满的杏仁虾饼 凡吃过的都是意犹未尽 香香甜甜的很好吃 在这边价格蛮便宜的 然后在餐厅吃 可能就是单价会比较高一点 上次有来结果没有排到 所以今天一定要来试试看 做夜市场要能吸引客人停下脚步 秘诀就是现点现做 速度要快 老公阿琪就负责后场敲敲打打 客人点他才做 每张饼皮放进扎扎实实的 三球虾仁浆 在覆盖上饼皮后 就是一阵拍打 拍打要有一定节奏 因为声音太好 这样的动作 没完得反复上千次 变成弯着腰很酸 打得平均度要刚好 不然有的线会跑出 阿琪是韩林的战斗伙伴 黑手起家 两人为了证明脱离长辈的羽翼 也能生存 结果跑去阳明山上 开焗烤马铃薯还有饮料摊 但都惨败收场 刚好亲戚在做 泰式料理的中央厨房 临近一动 隔不将餐厅美食搬进人群中 于是开启这一个夜市创举 我们是用整只虾仁 不像人家剁 剁得再小一点点 有自信自己做出的虾饼更好吃 所以没有跟央厨拿拌成饼 而是研发夫妻牌口味 我之前吃一天吃快三份 可是后来餐厅的东西 越来越没有口感 我觉得从他们炸好到上菜 要吃其实虾饼已经软掉了 我喜欢那个脆脆的感觉 我们虾饼就是脆 皮很脆 然后又有虾仁 虾泥和虾丁的双组合 使得每天的虾仁用量 就超过50斤 一年的费用高达200万 尽管成本高 手续繁琐 但为了美感和口感 不惜了落去 过程中还添加 可以增加虾仁风味的独家秘方 也是海鲜类 但是就是不太 就只能长到这样子 做鸡 对 一种而已 这一种 这一种 那都是我们自己找的 从小家里就做夜市 所以吃的特别敏感 有挑胃的舌尖 却碰上不赏胃的顾客 七年前亮灯营业 一开始生意惨淡到 可以躺在摊位的躺椅上睡觉 我妈妈在那边也有一点点定位 就觉得压力很大 就硬要撑 撑到后来就把我的假装都买了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谢谢 不被看好的虾饼客人逛久了 也会来个孤浅于世 加上夫妻俩不怕丢脸的推销试吃 后来有顾客一吃 脸上露出笑容 他们就知道继续撑下去是对的 美味终于传开 还被po上网 因此生意越来越好 好到还没营业 客人就已经在摊前引颈期盼 甚至摊位在夜市中间 人潮却是一路排到路口去 应该有一百多口 他最后等了一个半小时 他没有买到 你现在收入是一时 我会非常的几倍 十几倍喔 十几倍喔 因为我以前黑手学徒 一个月才六千块而已 26岁的韩玲做生意 懂得察言观色 客人挡到隔壁 他立刻当起纠察队 妹妹嘎嘎都能拿捏得好 嘴巴甜也弱弱大方 这些DNA全遗传字 在斜对面摆摊的母亲 来 牛肉 牛肝肝一个 好 33年前 蔡妈还是位屏东小姑娘 北上嫁给了在宁夏夜市 卖牛肉料理的菜吧 从此和夜市结下不减之缘 宁夏的泥土太凉了 新村当然是有啊 因为做夜市的 他本来就是跟小孩子就有一个隔阂嘛 因为我们晚上要出餐的时候 小孩就刚放学回来 那我们回去的时候 半夜的时候 再一下子小孩子就要上学了 然后都要拿连络布给妈妈 然后妈妈都迷迷糊糊的 我就拿着连络布要签这里 我怕他给我签上面 自动Y798 和老公一起接受家族牛肉摊 结果发展出夜市第一家的全牛料理 他也因此被封为牛妈妈 多年来料理台湾黄牛 牛肚牛腰牛肝都入菜外 还有沙茶炒牛水这一款特殊口味 不过人气第一的要算是 先用葱姜蒜爆炒的台式牛肉炒面 这个面你也不是说几分钟 它就是到位的 你要用眼睛去看 然后凭感觉 牛肉都 大部分是用那个头刀 头刀的肉 所以它质料比较软 然后我都有经过洋葱跟那个葱饭 我去爆香 这个味会滴出来的 牛肉料理卖得吓吓叫 甚至有老主户一吃三十年 每天晚上报到 吃到最后主动帮忙收桌 还招募客人位为奇观 而远近驰名的控肉饭 更是这位南台湾媳妇 最得意之作 蹄膀在锅里面炖 不仅Q弹而且香气四溢 经常是还没走到摊位 飘香的卤汁 已经让人胃口大开 一定要把那个油逼出来 所以你要经过油炸 再下去卤 我这一锅的话 应该是十五年有了 看到牛妈就联想到 台湾牛的勤奋精神 因为一年365天 她天天都不休息 缺钱吗 也不是耶 这样好像 它的一句名点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高盘皱细碼 为什么 这一句名言 看不在我心里很痕 不是因为可能小时候 穷怕的吧 我看他们靠着农作物 在养我们这批孩子 所以让我觉得钱真的很重要 趁着采访空档 牛妈赶紧补装 她对外貌非常在意 她说尽管是做油水生意 还是要装扮得漂漂亮亮 这是对客人和自己的双重尊重 生了四位女儿 也都要求她们端庄贱人 甚至从小让她们留长头发 小时候我就觉得女孩子 有长头发是蛮气质的 结果四位千金 韩玲 韩梅 还有另外两位姐妹 都被封为夜市的正妹 没有啊 没有 都嫁人了 现在唯一的正妹正趴了 其实就是从小妈妈教导的 妈妈给我好说好说 我四个小孩我都让她去自立 所以现在老妖也在那边打工 我觉得这样很好 韩玲的早熟懂事 全来自认真打拼的母亲 临下夜市两百多个摊位 没有个真功夫 很快就会被淘汰 小摊经营七年以为很长 却只是妈妈的一小步 韩玲的夜市人生挑战 才真要开始